我想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參加這場辯論會 那我想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盡量在有限的時間來跟大家談一談 我對於台北市政破壞的願景 但是當然時間有限 對於很多政策細節的部分 過去在記者會很多場合也都有說明 那很遺憾 其實我和黃前副市長 我們在辯論會上也提出了很多 關於市政公共議題的討論 但陳時中前部長卻還是提了很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問題 那我相信市民期待的是希望能夠回歸到公共議題的討論 讓整個選舉回歸到這樣的主軸 我想才符合市民的期待 給自己打幾分 這一次的辯論會 我和我的團隊我們都盡力的做最好的準備 我們也把握僅有的時間 做充分的功課 所以我想至於評價 我們當然是交給市民來評斷 因為市民的評價才是我們真正關心才是重要的 陳時中在辯論會上一直講到說 您對他的提問都是問一次兩次他要回答幾次 會不會覺得這樣的態度 您怎麼看他在辯論會上回答您的問題 陳時中先生哪一次講清楚了 哪一次對民眾的疑問說明清楚 所以其實我想如果今天他對於高端疫苗EUA的審查 整個採購的過程相關的價格能夠很清楚的攤在陽光下告訴 我想民眾也不會想要再問一次問第二次問第三次 而且我想這個部分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 希望代替人民追求真相 我想民眾有知的權利 所以我們才希望能夠藉由今天辯論會的場合 陳時中先生可以清楚向國人交代 但很可惜他沒有 那想要再請教委員一下就是說 今天有很多的辯論的回答或者是問題都針對陳時中而來 是不是您對他比對黃珊珊有更多的疑問 其實我的問題也都有針對包括像松山機場遷移 包括像育兒政策也都有請教黃前副市長 所以對兩位候選人都是同樣尊重 那在過程當中陳時中他一直有說要回歸市政 但他又再提到氣寶那委員你怎麼看 嘴巴上最常講氣寶的人心中才真的是在意氣寶 那你怎麼看陳時中說趙少康就是你的側意 希望陳時中先生喔 他不要在台北想著新竹喔 應該多關心一下台北